这分确实要重打 整个球员的椅子已经 对木雷来说今年最大的收获就是他在家门口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这是他职业生涯中非常可歌可泣的一笔 他在这个决赛当中是击败了费德勒奥运会的男单比赛呢他是在这个决赛之前都是打三盘两胜到决赛的是打五盘三胜真是一场非常完美的胜利那天费德勒的状态并不是很好但是呢对于木雷来说呢他拿到了这枚奥运会的金牌算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新的高度 特别是在三个星期以前刚刚在温布顿的决赛中呢输给了费德勒之后啊这个甜蜜复仇而且呢史上最重的这个奥运会的金牌 从分量上来讲也是这样的 哦哈漂亮 这次看到了伯利奇非常顽强的一面这分已经是感觉是死球了 但是最后时刻的提拉回进了一个穿越 两次都是木雷呢防守没有让这个球落地在空中呢来出手 已经两个小时了比赛打得不紧不慢 这是一个餐巾纸 刚才我说其实新天现场看球的观众啊他们手上呢这个眼镜啊帽子都要使劲用手按着如果你要再吃东西真的其他那些小碎的物件可能都看不住就飞起来了 准备用单手切球呢去外场的球球没有成功 让两个盘墨点出现了40比15 让两个盘墨点出现了40比15 好球 三球这次举点的机会啊是在第二盘的比赛中呢是回进了对手一盘6比2 将双方的等一下将要进行第三盘的交手 拍colo 拍照 拍手 拍个人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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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Cena 拍ats 拍照 拍照 拍摄 拍照 感谢观看